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1年9月3日星期五的《限期时间》 今次有我许柳山 还有小白红社长Raymond Wong 许柳友 大家好 请大家like我们的影片 留下言 最重要是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 Channel 《正向部浪费冷气》三个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今次回来想继续跟进一下 我们今早早《望向》的香港早晨时段 就说过一件事就是关于熊猫律师 就指他串谋诈骗罪 这件事由小白红讲一下熊猫仔的事件 他就是带熊猫 警察在1号的时候以串谋诈骗罪 拘捕了8个男子和4个女子 怀疑他们假扮空置单位的业主 挪占了业权之后 就透过抵押申请贷款或者出售 牵涉到的款项 现在警方公布 就是6,270万 这宗案就涉及8个单位 其中一个单位就是 事件局在土瓜环荣光街的重建项目 袁荣光 事件局处理收购的时候 就发现原业主就在1999年去世 就认为这件事有可疑 就转嫁给警方 警方当然出尽全力去调查 就发现了有其他7个 不是涉及市建局重建的项目 也有类似俄占的情况 就展开了这个拘捕行动 警方现在出来说 就是犯罪伙团 就有一个大律师 两个事务律师 一个法律行政文员 即是俗称的师爷 以及地产代理 和六间财务公司的职员 我们这里也要讲一讲 今天有媒体爆了被捕的人 有一个就是青年民建联的前副主席 她是36岁的大壮肖振妍 还有就是她太太 这个应该是卫视律师行的执业律师 35岁的韦佩璇 还有46岁的执业律师林恩芳 这些就是一些不太好的消息传出来 因为这个肖振妍曾经有搞过一个叫做 熊猫律师团 他搞这个抹擦律师团就是 去帮那些受到黑暴影响的人 为预袭那些事主讨回公道 现在当然有些人出来说 是的 有些人就说 他这个人这样出来 都是为了搞到自己的躲响一点 其实坦白说 我自己个人操钱的看法就是认为 他为了什么都好 他做这些事 如果是好事的话 大家就要客观点去看 他很坦白说 你不可以因为他犯了一条法律 你就觉得他整个人都是坏人 人渣 我觉得不可以这样看 有时人的贪念 是自己控制不了的 出现了这些 我也不要未審先判 因为这个案子已经进入了法律程序 如果大家对香港的法治制度有信心的话 最好当然不要未審先判 但是 有些网友就担心自己的物业 会不会出现同类型的情况 就是被人冒充了自己的身份 然后被人拿去抵押和转卖 我想跟大家说一件事 粗浅的看法就是 要冒充你去抵押一个物业 或者转卖一个物业 是不容易的 除非有一些大藏或者律师 齐齐玩玩 就是加入了这些伙团里面去做这件事 因为正常的大藏和律师 是不会乱差地帮别人做买卖的 他会查得很清楚的 身份各方面的确认那些东西 是要很小心的 但是当然了 这件案子里面也牵涉到一个问题 就是没有契楼的交易 没有契楼的交易 从来都是有风险的 就是在香港来说 我的理解就是 这次其实他们太贪 一般人买了卖了 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后果 就算是骗了别人的业权也好 因为说真的 怎样可以被人骗了业权呢? 就是因为那个业主可能已经离开这个世界 或者他的后人也不知道他有这堂楼 那接着 你如果买了一堂这样的楼 你进去住 正常来说 就没有什么后果的 当然有人就白赚了那块钱 就是佔了那个业权 之后 就算原业主出来 他要拿回房子 也会花很多时间去搞诉讼 他出来的机会也很微 因为实际上钉了 他的后人出来的机率也是低的 那些没有人没有物的那些物业 其实本来应该归回社会那里 但是 现在当然是落了一些私人的口袋 这样做不到是可以的 但是他们这些伙团是知道他们的机会是低的 所以他们才敢这么做 而且 坦白说 这些类似的情况 全世界都有 就是拿了一些不应该拿的东西 不过 他们有一句说话 说得冠冕堂皇的 就是我听过这些人跟我说 类似玩这些东西的人 他只是说几个字 就是街外钱齐齐寻 这六个字 没错 这是街外钱 是大家都可以去找的 但是问题就是 你那条道德界线怎么画呢? 你个人那条道德界线怎么画呢? 有些东西 没错 是街外钱来的 但是 如果一个人 他没有人没有物的 走了之后 他的遗产 当然最应该是给亲人 但是如果他没有亲人的话 其实就是应该 摆到社会那里 就是社会整体去用这个人的遗产 这是合理的做法 但是不是 有些变途 就是用我刚才说的六个字 大条道理 心安理得 去做这些 严格来说是诈骗的行为 这是很可惡的 刚才我不知道 去刘山说了多少案情 但是我相信 大家 如果听完去刘山再听这一节 的话 可能觉得有些重复 但是 不要紧 很重要的 我们也要说清楚 整件案的案情是怎么样 大家都可以防备 还有 不要轻易信人 当你搞一些东西 牵涉到钱的时候 不要轻易信人 因为有时候是可以因笑失大 其实有些人 就是说 他在网上说 我还欠社长一些东西 其实 我是没所谓的 有时候我给钱人赚 我是试试他 究竟看看他这个人行不行 如果小件事他都搞不定的话 大件事是绝对不会找他搞的 就是小件事那些 你搞一下搞一下 搞到一剧东西 就是没什么交代的 我看到你这样的 之后我就不会再找你 我当是交学费 我当是给钱去认识你这个人 很简单 如果小件事搞得好 就有下一件事 通常我都是这样做的 但是现在大家看到一个情况 就是 这个社会上 骗徒是多的 根据警方的通报 就是他们说 上年年底的时候 接驳市建局转介一宗可疑个案 一个在2018年6月被市建局 立入重建计划 市值过千万的 土瓜环旧区荣光街旧单位 在一直无法联络业主的情况下 突然有人在去年的9月 就联络了市建局 这些是太贪了 他们觉得政府是狗流流吃地球 对不起 政府那帮人很小心做事 只要觉得有什么有问题 其实一定会转介给警方去查 那个自称受新业主委托的人 就说会代替新业主 去和事件局谈收购的问题 事件局当然查一查 原业主1999年已经走了 那么物业就在8月的时候出售 就认为那宗楼宇交易很有可疑 就转介给警方 局方其实没有实际的损失 因为很小心 事件局不是狗流流吃地球 虽然有很多人罵事件局 收购物业 赔得又不足又拖拖拉拉 但是实际上 他们是跟着既定程序去做事 而那些既定程序很大程度上 是防止这些骗案发生 或者见到这些骗案 就去查 警察也是非常厉害 查完之后发现 8个物业的业权 土瓜环港岛北角 在2020年5月到2021年3月期间 被人用类似的手法我占 总共6,270万 除了荣光街的单位之外 本来打算荣光归自己的荷包 结果失败了 其他7个就不关事件局势 这些情况其实也挺普遍 不是不普遍的 柳宁介乎在44至84年 老单位 这些单位就在未获原业主授权之下 被非法挪用作贷款抵押 甚至转售给新的买家 这些具体的操作 警方就说 这些东西涉及一个庞大的犯罪团伙 为什么他们要一个团伙 因为他们要踩线 他们要看看哪些楼 真是没有人打理的 究竟什么事呢? 这个伙团就向一些楼龄偏高 没有任何按揭贷款 长期没有人打理的空置单位下手 很多都是那些沙毛大厦 因为沙毛大厦 其实你就可以知道 那些沙毛大厦的业权 有些东西可能都不清晰 他看到那里 可能那个人已经 走了很久 离开了香港 几十年 又没有回来 当然了 看到这些楼 有些人又会搞那些什么 逆权侵占 其实很多这些东西 在社会上 有很多人玩这些事情 因为其实说真的 这个社会上 很多人都是有贪念的 这些贪念 如果你向正途那边做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去想这些坏东西 其实对社会的影响就很大 所以我们 为什么会支持特区警察 严正执法就是这样的意思 有很多事情 如果警察不严正执法的话 这些坏东西 就会有机可乘的 而且不需要负任任何责任 你想想 那个被人占了房子的人 其实就死了 他的后人又没有出来说 要拿回物业的话 其实很多事情 我自己粗浅的看法 在这样的状态之下 有些人就看到疫情 生意可能不好 或者有其他人觉得 这些赚到钱 不如我们又去玩一份吧 每个人的道德界线是不同的 有些人就觉得 这些东西都没有损失 那个人死了 我实际又不是害到人 我赚这些 街外钱 齐齐稳 这六个字 其实是令到别人的后人有损失 某程度上 但是如果你说没有后人 其实是令到社会有损失 因为如果一个人是没有人没有物 他在生前 赚到的所有收益 到他百年归佬的时候 其实应该回馈给社会 就不是落了一帮贪心的人的口袋里面 因为他们这个伙团 本身没有任何流契的正本 所以他们要串通律师流律师 师爷财务公司职员 用一个假身份 去扮你遗失楼契宣誓声明 再用这个文件 就向财务公司申请 以及获批楼宇贷款 这个款项就由 100万至950万不等 除了非法透过这些抵押申请贷款 警方也说这个伙团 会尝试寻找一些买家 就扼称这个物业是银主盘 就是不能够做任何按揭 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因为银行也会查的 你明白吗? 如果一个人是要做按揭的 很多时候银行就会帮你做一部分的due diligence 如果银行说这些有问题 他是会由他报警的 所以他们这班人 街外钱齐齐找的人 其实是计过度过的 有些东西是将自己的风险降低 但是这次 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就是有人觉得特区政府是狗流流吃地球 所以想着就是 事件局求求其 他们不会理的 那些人是带着做的 就是信了一些人说 那些AO是乱参搞的 香港这个社会 不是可以给一般人乱参搞的地方 当那个买家给了现金买了物业之后 串谋的律师楼就会将款项 还给借钱出来的财子 那些财子 其实知不知道这套东西呢? 他一定要有耐使财子才行 否则他第一批的钱是拿不到出来的 因为财子内部也会有规矩 如何批贷款 他是有程序的 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很可能 我操钱的看法 就是 有一大群人牵涉在内 而且警方未必拉齐牵涉的人员 警察也说 在这些案件里面 还有人在这里再逃 行动仍然在继续 警方也说 被捕的人里面 是有犯罪团伙的主脑骨幹成员 相信已经瓦解 一个由多个界别的专业人士 参与的犯罪团伙 行动中捡获的涉案物业 买卖文件 贷款申请文件 银行文件 以及多部电脑 电话和电脑里面 又会有其他蛛丝马迹可以拿出来 所以这宗案可能 会牵涉到很多人 调查也不会这么快完结 而且这宗案里面 他们还有找一些人出来 扮人头 扮是这个业主 走去财仔 走去跟这些买家联络 这些人头还有多少 究竟还有多少人牵涉在里面 是有段时间的 是啊 有些可能是路缩者 借个人头给他几千银 这些是很常见的 不是罕有的 这些是社会上的狡猾 一直都有的 这些事情是很麻烦的 不是说 狠狠可以解决得到 还有一件事大家都要留意的 就是 如果自己在香港有物业 但是你长期在海外 没有回去 没有打理 那就很麻烦 在正常的情况下 处理买卖的事务律师 是有责任审视留契的 但是 当然 有些团伙 他们为什么要找大藏 或者事务律师呢? 因为如果你找普通的大藏 和事务律师 他们就会报警 如果你不分一份钱给他们的话 你猜会不会 随便放手去做呢? 就是把把关责任 视若无睹呢? 是不会的 现在就很麻烦了 因为 如果业权被非法我占 原业主或者华业被骗的买家 是有可能 要透过民事诉讼才可以拿回业权的 警方是提醒大家 买家在交易的时候 要委托信誉良好的律师楼 如果律师楼 有做好尽职审查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Due Diligence 就可以预防骗案 买家也应该尽量实地视察 如果 发现楼价低于市价 和是没有契楼 就应该格外留神 至于持有这些空置单位的 业主后人或者亲戚等等 应该定期检查单位状况 并且可以订购土地注册处的 物业把关义服务 每当有涉及物业的文书交付土地注册处的时候 就会收到电邮提示 就可以追踪物业最新的变动 那事件局在这件事上 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事件局发现了 华业骗案的时候 他当然就找了警察来查 其实就是 行错一步 诈骗伙团 行错一步 就是误以为特区政府是乱插不来的 无能 真是相信了有些人宣传的东西 特区政府没了道的 无能 垃圾 不是的 这些东西很小心的 因为他们一定会核实业权 你贪心一贪到政府的时候 很多时候就会惹事 而且文件上面 发现了一件事 就是原业主的签名 和局方有留在全党 1959年的楼宇买卖合约上面的签名 有明显的不同 接着再查生死登记总署 原业主 原来已经1999年辞世 局方就说由于原业主长期失联 局方未能收购物业 那个单位的业权 之后就由政府引用收回土地条例 在今年的5月27日收回 所以就是 这些是社会共同拥有的财产 当一个人 他的遗产给不到他的下一代 或者给不到他的遗产继承人的时候 那些人的钱就会成为社会的财产 正常来说 不应该被一些团伙偷了 所以这件事 我们会继续密切跟进 多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 还有一点想补充 还不是这么简单 不只是查到这些单 强劲程度 是将他们整串 之前还有哪些犯案的单位 全部抽出来 不要想着政府留 还有不只这么少 这件事应该是 因为现在只是查到2020年初的事情 但是不会做了一年就糟糕的 做这些事情的人 我很粗淺的看法 之后一定是越了越多出来的 这件事是越了越大 我保守的估计 或者可能还有机会是有几个伙团 有些人是牵涉到几个伙团 这些人是负责这些 我和另一帮人夹是另一帮的 说不定的 一个人骑几个伙团都可以 所以大家都是 我自己也是一个看法 就是大家尽量小心 看到一些人 如果他说我是为正义 什么什么 其实这个社会有很多陷阱 大家行走江湖一定要小心 还有他说会找买家那里 如果你找物业代理 就是比较信得过的人 这些判他都不会做的 就是有些人打着旗号 说什么理直气壮那些 要小心一点 是要小心的 这个绝对是要小心 好了 节目时间到这里差不多了 休息一会儿 我们回来再说其他话题 是这样 拜拜 拜拜